1976年,毛主席去世后,中央高层在整理主席遗物时,意外发现一份署名毛泽东的百万元神秘存折,以及一份遗嘱,其中明确标注存折中的八千元留给女儿李敏剩余的全部钱款,请求邓公务必帮他完成一件事。 彼时的主席虽然身为领袖,可每月工资只有400元,经常连生活开销都不够,这笔巨额存款究竟从何而来?遗嘱中就算主席去世后,也要让邓公必须完成的事情又是什么? 毛主席作为新中国的伟大领导人,一生中最为重视的便是百姓的生活,反而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太过看重,彼时的共产党并没有太多经济来源。 新中国建立后,全国百废待兴,不少地方都需要资金,主席便提倡干部也实行工资制,按照等级划分。 在周总理的安排下,最高级别和最低级别相差不超过50元,然而主席并没有拿最高级别的工资,只是和普通干部一样,每月只拿404.8元。 按照主席的想法来说,则是可以省下不少钱来支援国家建设,但主席的钱除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开销外, 还经常用来接济亲朋,并且开销从来没有让公家报销过,就连平日吃饭也要向中央的食堂交饭钱。 平时开会,主席也会自掏腰包请大家吃饭。 最重要的一点是,主席住在中南海并不是免费的,只相当于一个长期的租客,每个月都需要按规定缴纳房租。 所以,这样的薪资根本不够主席的花销。 那么,主席离世后的百万遗产,到底从何而来? 主席除了是新中国的领导人外,他还有许多头衔,例如最伟大的军事学家、政治家以及文学家。 这最后的一个头衔,便给主席带来了不少零花钱。 战争时期,毛主席发表了不少诗词,沁原春雪,便是其中之一。 之后,更是相继写下了实践论、矛盾论、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,并刊登发表。 彼时的中国,作家稿费都是按签字来进行解算,这就是毛主席额外收入的来源。 然而,仅是这些诗词以及概论的发表,也根本达不到百万稿费的收入,最多能让主席的生活开支,不至于太过紧张罢了。 真正让主席拥有百万遗产的,是新中国建立后出版的一本毛主席亲自著作的书。 1951年,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,这本书的内容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体现,在当年几乎每个知识分子都要买来翻阅。 仅是这本书的出版,就让毛主席获得了一百万元的稿费。 在这之后,许多国家都纷纷将这本书翻译出版,并将稿费寄来中央。 保加利亚曾翻译过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》,仅是这一部分的稿费,就高达730万。 可主席却明令禁止收取别国稿费,并让工作人员将其退回。 另外,还有许多国家也会在翻译出版过后,将稿费寄给毛主席,但无一例外都被退回去了。 1951年到1966年期间,是毛主席稿费收入最多的时期,也正是在这几年间让主席留下了一笔巨额财富。 可这么多钱并没有直接存到主席的私人账户里,而是专门被其交给了中央特别会计室管理,这里负责管理党费和相关活动经费。 最开始,毛主席将稿费放在这时,工作人员称,这里不能存放私人财产。 可谁知,主席却说,这是党和老百姓的钱,看到毛主席一再坚持,中央也只能同意暂时保管,只有主席本人有权使用。 然而,这笔稿费并没有用在主席自己身上,他多次利用书信对劣势家属进行资助,原本这应该是中央的义务,却被毛主席独自喇了下来。 不仅如此,中央的各项文化活动也离不开毛主席的资助,比如民众剧团的设备购置,延安女子大学的创办,大都有主席捐款的身影。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,毛主席经常调查民情,为了百姓甘愿自己吃苦,每日东奔西走,只为了解真实的群众生活,而在这中间产生所有费用,也都是毛主席自己承担。 然而,在主席逝世后,上百万元遗产却只给女儿留下了八千元,其余的悉数交给邓公,要求他全部拿来,帮自己完成一件事情,到底是什么事情让主席如此重视。 作为毛主席的女儿,李敏在父亲身边的时间并不算长,却接受了主席全部的思想,不仅感受到了对子女的用心教导,也看到了身为一个国家领导人,对百姓无私奋斗的精神。 晚年的李敏回忆,父亲的教育让他明白了两点,第一点是乐观,要有克服困难的爱国情怀,第二点就是不怕吃苦,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。 而这两点也贯穿了李敏的一生,作为毛主席的子女,同样的为国为民,只想着百姓不为自己谋福利。 在他搬出中南海后,生活稍有拮据,并且当时李敏还怀了二胎,一家三口租房住在小屋子里,真正过上了平民的生活。 主席虽然有心资助,但李敏并没有接受,同为主席女儿的李纳,也一样铭记父亲的教诲,生活中从来不会扑张浪费,但因为个人原因,艰苦的生活让他无奈之下向父亲开口,随即毛主席将八千元送到其手中。 这件事李纳也是知道的,直到毛主席逝世后,中央找到李纳,询问其生活情况,并邀请其参加主席的遗产划分。 原本李纳并不打算继承这笔遗产,可他在看过遗嘱后却发现,父亲执意留给自己八千元,他深知这是主席向来公平公正,对待自己的子女也不会偏袒任何一人。 然而遗嘱中还有另一件事情,那就是将剩余钱款全部交给邓公,让他来支配这笔钱,并且严格表明一定要用到党及祖国的建设当中。 在看到遗嘱内容后,我党高层纷纷落泪,主席就算是离世后,也依旧不忘党和人民,如此英明伟大的领袖,何尝担心中国不繁荣富强,让我们致敬毛主席。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。